我倒是常常碰到這種熱心的 這個大夫 我記得我第一次 跟醫院有接觸就是當病的時候體檢 一關 兩關 三關 簡他牙齒要躺著嘛 簡他牙齒躺著 他就嘴巴張開 然後看一看 他就走了 然後我也不是 他也沒有幫我蓋章 因為體檢完你要蓋章 然後叫你走就可以走 沒有 我還是躺在那邊 他就走了 好不好 那我就在那邊等 等沒多久以後 來自一票全部穿白色制服 全部把我圍著 來 大家你看 來 嘴巴張開 這叫做下二兩盒不全 他這叫做下二兩盒不全 拿著我講 你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啊 對 拿著我講幾個半個小時 然後人都全部走 全部走以後 因為體檢不是穿內褲嗎 我有點被強暴的感覺 然後隔壁都有那個一扇踩回來 你還在 好 你可以走了 因為你這種牙型很難 一百個 很特別 你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一定要給很多人看啊 我常常碰到這樣的案例 有一次也是看痴症 你會常常碰到 人家很難地碰到你啊 是因為這樣 所以瓜哥醫師 我要提到人家 你要過去看牙齒 讓大家有機會可以學 我要多看牙齒